法收匯变法匯 台股危机重重吗 手上有这些弱势股的一定要小心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Play Go Go 我是空空服务员辛迪 我是吉祥文明 诶吉祥人家都说这一周对于投资人 会是新年夏天最关键的一周诶 因为这个礼拜真的是非常忙碌 包含像是联主会升息 科技巨头的财报周 还有GDP的数据要公布 还有台湾一堆重要的公司的法说会跟财报 全部都在这里办 所以对投资人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礼拜 法说会 我看是法会吧 一堆公司公布完财报股价都大跌 而且有些财报还不太妙 太呛了吧 虽然说你说的是真的没有错啦 那今天就是要来带大家看一下 需要留意的景点 所以我们今天就先飞面板双虎 友达跟群创 友达的第二季财报有赢转亏 面板的报价又一再的探底 会不会造成事况持续低迷呢 目前的面板远期报价 我们还没有看到止跌回升的现象 所以股价也不见其色 等一下我们讲的这些分析的风险 请投资朋友一定要好好留意 我们第一个地方先来看一下 大家又爱又恨的面板股 那我也讲过了 面板股最重要的指标 就是要去看远期报价 早在今年的第一季的时候 我就已经跟大家讲了 你要去看一下这个IT面板 有叠价的状况 那在当时我们看到 大概是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 这个报价的跌势 它的面板报价已经来到了底部 也就是好像没有要跌下去了 但是我们现在来看 没有哦 这个跌势好像没有要停下来 那我也说了 这波修正才刚刚开始 当时友达的股价还有多少 还有21元 群创还有17.1元 现在分别只剩多少 13.25跟10.45 很明显的出现了一波拉回 那一般来讲 这个远期报价 我们都可以看到半年以后 那我一直说过了 只要这个面板的远期报价 还没有止跌回升之前 股价出现反弹 都要站在卖方 特别是在前一阵子 三星出现了停止拉存货 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警讯 下游库存堆积的太严重 目前看起来 这个去化库存的状况 要到明年才会开始缓解 那我们看到了 在上个礼拜有达开了第二季的财报 直接整个爆开 EPS只剩-0.59 油盈转亏 那我们可以预期的是 全创也不会太好看 所以面板股有可能会出现 第二波的股价下杀 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大尺寸的面板已经跌破了现金成本价 小尺寸的IT面板 还有补跌的压力 整个LCD面板的市场 呈现价量奇跌的状况 真的不是太好 所以我们一直说你不能按照过去的EPS来去做股票 就像你开车不会只看后照金一样 有很多的股票在接下来也会出现一样的获利下修 能闪折闪 老话一句不要乱抄底 为什么没有彩晶 彩晶 彩晶它在做的面板是比较小的面板 所以说它的整个结构跟权状还有友达是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把权状跟友达放在一起看 彩晶也一样烂吗 彩晶的话它是交加的股票 交加的股票的话大家不要去乱空啦 交加是谁 本来第三季应该是旺季的 现在看来应该是旺季不旺喔 对啊因为市场需求转弱嘛 这没有办法的事情 那接下来要带我们看什么景点呢 接下来我们带你飞 载版三雄 新兴南店跟景硕 原本前景应该是最没有疑虑的载版三雄 却开始转弱耶 不但客户的拉货放缓 甚至还调整库存 土价的表现也是很危险对不对 对啊 危机是否 误助歧途 请直接进入导览 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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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我们要看来一样是大家的爱股 就是ABF载版三雄 那这个ABF载版三雄在我们录影的这一天 全部都被打到谍停板 那风暴的中心就是在于 星星在礼拜三的时候开了法说 那这个法说会开着开着就变成法会了 虽然第二季它的EPS高达5.44元 再创新高 可是星星对于下半年的看法 居然第一次偏向保守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笔电 还有个人电脑的需求放缓 星星的客户难免受到一些冲击 虽然我们目前看起来第三季 应该跟第二季是差不多的 可是公司直接告诉我们下半年的预估 不要太积极哦 这个中心在干嘛 打预防针 虽然整个产业的发展我还是相当看好 可是这个高阶产品还有先进封装 一直整合这个趋势是不会改变的 但是在下游的库存压力还是非常大的情况之下 建议大家股价还是先偏保守再看 等到落底讯号出现以后我们再来加码 落底讯号什么时候会出现 我们在群组里面会告诉大家 好赖的回答 不是啊 我们 你可以告诉我什么是落底讯号出现的 例如说出现了一根爆亮的 爆亮的长黑黑 然后拉了一根下影线 代表股票有出现换手 但是这个我们不能预测什么时间会出现 所以我们就在群组上面再跟大家分享 出现了就告诉大家 那今天的秘密星球要去哪里呢 今天的秘密星球要邀请大家到我们的line上面看 台股十字路口指南 那有什么重点是大家一定要知道的呢 这一份十字路口指南里面的个股 有很多都是热门股人气股 大家超级喜欢 但是超级危险 今天的秘密星球我们直接好康大放送 大家有看到上个礼拜 联准会在升息三麻以后 当天美股就先喷 结果台股怎么样 喷完以后开高走低 代表有太多太多的资讯要看 这些资讯我们都已经整理在Telegram上面 整个七月份我们的操作绩效是非常非常的好 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抓对了策略的方向 但是接下来八月份的交易策略 我认为会跟七月份很不一样 那有五个情境是投资人一定要知道的 这五个情境我们直接写成研究报告 来让大家免费索取 我认为你先知道的这五个情境 有可能会发生的情况之下 你就能够提前做好准备 免费的资料但一点都不随便哦 没有错 欢迎大家来我们的LINE群图里面拿这份资料 相信这份资料对大家一定有帮助 赶快点影片向上的连结 加入机奖的LINE和Telegram 收取咪咪星球 喜欢我们的影片 也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哦 那可以GoGo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 就是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